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主要是讲ED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门口有点高 如果家长的话 他孩子刚读高中或者是高一高二 不太关注这方面消息 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我一开始会介绍一下 但是最近肯定家长很多朋友 收到一些发offer的 因为这是美国早申请 业余ED的一个发榜时间 往年的话都比较在15号 现在两年因为疫情 它是有提前有滞后的 今天是家族理工和MIT发榜 我们的家族理工也录取了一个女学生 是南湾的 非常非常好 一会会简单讲一下 主要是我们的顾问会 以后会单独讲 然后我们没有发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案例 是因为我们觉得 发的话确实给已有的家长增加遭率 因为我们很多家长是做RD 就regular decision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慎重 我们可能会集中一段时间发一下 有可能也不发 因为一般了解我们的家长 就会通过他们的朋友来打听 在开始之前 我就告诉大家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可能大家也看到 就你的朋友圈 你会看到好多发offer的 有一些就是是有问题的 有一些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能明显的一点就是中美文化差距特别大 都是华人 我能看到湾区里边华人过去三四年 就是发offer的就在碰圈炫了 越来越来越少 今年我几乎就没看到 反倒家长问我说 你们今年都学结果怎么样 因为他孩子已经去读大学了 读得还不错 后来我说 我说我们还行 但是没有什么疼 因为我们真正种子拳手呢 RD节奏比较多 然后今年申请疼效的那些小孩呢 都是比较激进的 一会会提到 有些家长就是 他们比较乐观 就非要冲 但是我们觉得是没戏的 国内是另外一个极端 给大家看几个照片 咱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稍微告诉一下 就是这种焦虑的来源 大家看这个了吗 这国内一个知名的一个APP 小程序吧 他会收集这个offer 可能很多家长他也会用啊 这就是目前大陆地区统计的录取啊 这个哈佛是零录取 哈佛这四个都是美高 美高有的问题 就是美高都无法验证 这个小孩是美国籍还是中国籍 而中国呢 因为真正能进前十 包括滕校 甚至前三十的这个私立学校 已经慢慢往中国一线的城市集中 而且城市里边 对顶级的那些国际学校 他们掌握大量这样的声援 国内过去三五年的话 进化特别快 特别深圳这个地方 因为湾区的话 非常撑住的一个市场 我对之前工作的一个公司 2022年开始做那个 另外一个同行是98年 完全已经有做这个升学规划 知道 这已经非常撑底细的 再往前倒动的话 犹太人他们更早的时候就做了 那可能是七八十年代了 就这个行业在美国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 在中国是随着08年 奥巴马上台这个开放国门 中国人民币 开始那个上升空间的时候 出国潮 这个行业慢慢起来 一开始叫中介 我出来的时候中介 因为英语不太好 需要人填表 现在发展上这个叫咨询 后面一样是咨询机构 所以大家看一下 国内的话是越来越明显了 往年的话 有人会报假offer这些机构 现在不敢人报了 为什么 可以验证 这里边所有的学校 大部分都是国内知名的高中 北京上海 上海经验录的整体不错 业业异地 大家看看 他们有几个朋友榜 就是告诉你录取的 然后点进去会告诉你 具体哪个学校 学生的名字 会把姓提供 就是其实家长圈都知道 因为中国的家长 几乎都在朋友圈里边 就展示一下孩子的录取成果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top10 滕校围top10 因为这个top10呢 你假如说约翰霍普金斯 这个学校 录取率整体还是可以的 他比滕校实际要容易的 虽然他是top10 大家看一下 北京 这个叫北京实验 实验中心大家都知道 我们过去有学生也在里边的 这个学校呢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呢 吸引了全北京吧 也可能是全国的 就是比较顶级的一些小孩 基本上都是北京户口 他们这帮小孩 在三年前我听过一家长 那孩子可能今天要申请了 那个妈妈是在央视 他说这个北师大实验 破坏平均是117月116 在三四年前对我来说很震撼 我理解不了 我当时想 你把我逮过去 我还考虑那么高啊 这几乎满分子就不能有失误啊 而且美国ABC的孩子 就考也不见得这个分数 因为他是一个英式嘛 所以你看UWC长鼠啊 这个世界联合学院 这很有名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校 他们教育理念非常的liberal 和美国就是比较liberal的这些大学 大学基本上都是liberal为主啊 非常的契合 他那个项目的设计 还有那个声源 非常像 然后南京外国语学校啊 这个是今年还不错啊 往年的话 他去年一般 再往前一般 再要直往前 非常好 这些学校给大家指的啊 人大富中今年可能比较特别啊 十一也比较特别 这个南外和北十一 还有UWC 这几个是非常有名的 呃 腾校的那个那个叫 在国内的 然后大家再往下看啊 这个复旦 但这个榜单有点水分啊 他他就是top ten top ten里边就不见得是最难的那些 然后这个呢 哈耶普斯马排行榜 就这个说法在国内 已经非常家长都人手一份都知道 大家看看 UWC呃深圳 深中 深圳我为什么给大家提呢 因为虽然大家是在座的 基本上都是美国 北美为主啊 但我相信你们肯定国内有朋友 呃 我要提的就是说 国内的一个变化 就和美国有非常契合的地方 不像的地方是炫耀的这种程度不一样 但是契合的就是大量的资本 在在弯区的话是因为大量需求 因为这是一个中产家庭 或者是一个低售家庭 都需要通过这个服务啊 补课呀 或者生学规划 甚至自己做呀 来实行一个接地跃身 或者给他一个很好的职业规划 在国内这是高净值家庭的一个选择 在国内一般的小中产是没有 是不可能读得了这些学校的 不是钱 学去房 这两个门槛 还有你的这个从小的这种培养 很多的因素 所以就是深圳以前是一个教育荒漠 就他的教育资源非常的匮乏 过去的话 牛津建桥路段不错 但最近这几年呢 他这个你看 今年海洋浦的话 这个任何一个学校有这一个 就可以明年招生就不愁了 这些国际学校 他不突然里 他不突然里就有 给大家看看 基本上就是属于面孔 为什么我给大家展示这个 因为今天大家讲的是针对湾安区的 是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趋势 是越来越多越少的学校不会放榜 他就不会公布 包括大学 普林斯大学今年就没公布 斯坦福也没有公布 数据就不给你 就是美国是走的另外一个极端 他就说 我会让大家不那么焦虑 而中国呢 现在也是另外一个极端 他一定会告诉你 哪个学校路多少 因为这关系到 怎么来吸引最优质的生年 因为包括国内 包括美国 任何一个学校 如果想培养出一大堆哈耶普的学生 就一个方法 通过各种办法 来吸引最优秀的学生 我说的优秀不是孩子品格优秀 是他们符合大学的要求 学习能力非常优秀 这个领导力非常强 可能竞赛比较强 那成绩就不用说了 这都是最最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 所以哪个学校有本事呢 吸引最强的学生 他就会录取教育非常好 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 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 我们不是 我们的话认为 我们还定的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一开始定位就这样 所以就今天 你给大家啰嗦这么多 就是构端现在的氛围 因为实在没有湾区的数据 我用这些数据给大家看一看 我个人觉得 我做一些比对 就是每年大陆这些录取的人数 和湾区华人比的话 大差不差 非常非常相近 但是湾区整体好学校录起来 私立功力加起来 是要远超于国内加起来好几倍的 就这些腾效什么的 因为湾区的好学生和好学校实在太多 我们今天开始正式今天讲座 给大家 summarize一下 因为有些家长 他可能是第一次听讲座 或者有家长也是朋友介绍 我们就来点基本的 就把美国大学事情的基本方式 给大家阐述一下 因为我们就像谷歌 就是阿尔法狗那个程序一样 我们是每年都在经历同样的事 你们觉得很刺激的东西 我们就是每年都心中平常 所以我们会有时候忽略家长的感受 家长可能说 昨天在我们群里边 我们有个家长群 有个家长就问 说什么叫异地 我们发了三篇文章是异地 那家长突然问什么叫异地 我们才意识到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一些家长 他可能他是外周来的 或者是他以前就不关注 孩子刚上高中 所以我们以后讲座 尽量和大家建立一个桥梁 来沟通这个事 第一个就是业业叫early action 这个一般截止日期是一月初 美国大学有很多种申请方式 他就一个目的 他希望能够吸引申请人 能够有节奏的完成招生问题 因为如果都按照正常申请截止日的话 将来的话 一个孩子可能收20个offer 15个offer 但是他就只会去一个学校 那19个学校就被放鸽子 你像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加州大学的圣巴巴拉分校 排名很高 30到35之间 但是他的那个 发了offer之后 就读率20%以内 非常非常低 针对国际学生 我记得是48% 然后针对整个加州学生 可能20%也很低 也就是说你发100offer 只有20多人来 那招生官其实就有两个任务 选合适的人才 第二个就是保证能够完成招生任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衍生了这么多 不是从那变题 第一个就是early action 这个是没有保证效益的 对吧 就是你录了你也可以不去 这只是说你会早点拿到结果 12%就拿到结果 不要等到三四月份 然后early decision 是今天讲座的题目 它是bunning 它会签一个greement 那greement没有法律效益 但是有道义的这个要求 假如说你录取了 假如说你录取了哈佛 哈佛也不叫ED的 它是REA 假如说你录取了宾大的ED 宾激法加大学的early decision 然后呢 你在你可能录了剑桥和牛津 然后你说我能不能就是 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国际 就是我是国际的嘛 那我就不去 理论上你可以不去 他没法提诉你 但是呢 这个会对你个人的这个ethical 伦理上对你学校都有影响 我们曾经有过案例 有些孩子 留学生在美国都没高 然后呢 他们呢 生了某些学校ED 结果呢 他后来发现 哎呦 不如这个英国的这个排名高 他们就去英国了 就是他就把这个 就把一个学校给放鸽子了 也没有通知 后来那个学校 未来几年就路不上了 那个 我今次纽约大学 就是他ED放人家纽约的 纽约大学的鸽子 但是又ED有一种情况 是可以不去读 就是当你录取之后 你发现 学校假如说没有提供任何 反正是爱意的 你说我家里没有钱 你把一些材料给他提供 你说我我读不起 那那ED是final的 他不会说给你补钱 他一般说那不定 那你可以 所以每年啊 每这个ED啊 一般会有10%左右 一般的学校 他会不去 这个是可行的 是你确实不可抗理 因为ED里边 他他会有的会带两钱 有的会不带 那不带我就没办法 对吧 然后还有一点啊 ED的对照的这个 为什么以前 现在哈耶普是没有ED的 哈耶普的叫 restrictive的early action 或者叫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他没有保证效率 就是哈佛的REA 哈耶普斯这四个学校 就是你录了可以不去 但是你在申请他的REA的时候 SEA的时候 你不可以申请别的学校的ED 你也不可以申请别的ED 反正他就是比较复杂了 他有排他性 但是他不是保证 为什么呢 因为哈耶普的这三个学校 有个特点 他们是很多各个阶层 各个族域都想冲进去的学校 是真正的精英中的进行学校 里边很多权贵和资本家 也是很多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力 比较容易体现的这些阶层的人的 子女都会在里边读书 所以这三个学校的动作 非常受媒体的观众 曾经的话他们有过ED 但是就被够 为什么低收入的学生 是不会申请ED的 因为我没有钱 我最后拿到offer 我要选一个能够支付我所有学费的 或者是过那种无息贷款 就是大约四年不用贷款 所以导致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这个媒体在盯这个事的时候 哈耶普就逐渐慢慢都放弃了 都不做ED 他们之前都是有ED的 类似这种绑定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锁定学生的这个方式 这是为什么大学都喜欢ED 因为ED的话 大概你会来 他招生非常轻松 所以很多好的学校 私校 他基本上一半的学生是来自ED 但是这也是个假象 一会给大家细数 然后ED2 他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方案 这个截止是就比较 就是一月初 一月一号 一月三号都有 还有一月十五号的 他就是第二个ED 他的好处呢 就是给你二次机会 但是呢 他是不是个解决 咱以后会细说 然后RD呢 就正常的 Regular decision 就是所有大学 基本的申请截止日 都集中在一月初 二月的就很少了 我为什么说 是美国大学主要申请方式 美国大学还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大家比较常见 没放在上面的 篇幅有限 叫rolling the mission 就是你随时报 随时有 这里边有排名高的学校 也这么干 但是现在他可能不说 很多学校都是rolling 就是你只要申了 他几个礼拜 或者几个月给你offer 就是随时在滚动录取 这种学校rolling 学校有一个特点啊 这些学校一般排名不太高 即使排名高 他也不是那么受欢迎的 排名高的学校 所以rolling的学校 家长可以注意啊 就是回答我们会写文章 给大家提供一个名单 你也学offerrolling 我们会在申请季 结束的时候 因为孩子可能还是不踏实 我们会发那个单子 给家长就是参考 你觉得那时候 会要在家学校再说 我们继续啊 今年的盘点啊 这个文章里边讲的更具体 大家看一下 哈佛大学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没有 刚才那四个呢 这四个啊 它是全是海外的 美国的这顶级的boarding school 你没法证明 它是ABC还是美国籍 所以大陆地区目前没有 因为有的话 任何一个学校 都会马上到处宣传 所以大陆地区目前没有 但是不代表 大陆地区rd没有 它每年大陆地区 哈佛这大概十个以内 这是为什么哈佛大学之前 我常听讲座的家长 肯定知道 这个大学实际上 就是一个稀缺性的比拼 就是我有这个限量版的车 我那样回头率就是高 哈佛就这个价值 哈佛你觉得教育质量 会比耶鲁强 或者是他那个理工科教学 会比普京斯文 我认为都不是 但是他的牌子就在这 他保持这个稀缺性 而且大家都会去抢 而且哈佛也不是 出总统最多的大学 就是从各个指标 亿万分威也不是最多的 就是各个指标 它不是最强的 但是呢 华人信用它永远是第一 这就和品牌运营有关系 然后耶鲁大学 其实我们看来就比较无聊了 没什么变化 有一点 我给大家总结的趋势就是 今年的是触底反弹 因为有个slide专门给大家总结 就触底反弹 去年疫情是所有这些学校 人数猛增的一年 非常夸张 因为去年是头一年 大部分学校取消了SATECT 所以呢 像哈佛我记得是 47%的生效人增长 这是多夸张 我本来可能有4万人生效 我一下变6万人 就是这种数量 就增长是没见过的 大家看看 EAED都有 RD都有去年 但今年就讲今年 你看基本上是 录取率就7.9% 以前的哈佛的 这个REA的录取率 没有那么低的 但是现在就是 明显感觉 每年这个数都在往下走 但是申请人数 没有那么多了 耶鲁大学 基本上大家都看 在现在的EA 现在EAED 这个录取 ED最有保证效率 按理说录取率最高的 现在无限接近于个位数 哈佛已经是个位数了 耶鲁的话 也可以算个位数 各大各位数 达特茅斯 20%是吧 下场不要觉得 达特茅斯好像好路一样 ED这边我插一句 ED申请的人都是 学校的教授 教证工子女 还有运动员 还有那个校友子女 校友的话 当然常捐款了 或者是你不捐款你的话 你父母都是本科 在这学校毕业的 结果学校有非常好的relation 每年的话 你都参加学校业活动 一工都算 这些人都会在ED申请 还有关系户 关系户比较少 这个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 ED里边的人不一样 这个差特别大 即使现在这个藤校 他的淡华运动员 但是有一些 专门给一些高净值家庭 你像Fencing 这个基建是非常费钱的 然后呢 草地驱棍球 这个Lacrosse 他也是一个 专门进这些学校 因为这些学校都有 这个藤校 这是新来地区的传统项目 但是呢 一般高中没有这个项目 这就是一些 他们的一些要捷径的地方 宾大 宾大的话也是非常低的 15.6% 大家千万不要数字 你想想 如果你是亚裔 你是亚裔的话 你是加州亚裔 你的中区率能不能5% 排除别的族裔的话 不到 整体趋势的往下走 这个非常明显 布朗 布朗大学也在连续下降 25% 但今年有个特点 他Defere的不少 Defere的一块 我也会说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有问题的话 大家在chats里边留言就行了 然后普林斯顿 不公布 今年不公布数据 只是告诉你 他已经完成了 这个REA的这个录取人数 Conell也未公布 然后最狠的是 这个叫Stanford Stanford他今年 不但不公布 Stanford最早一个大学 他说我们再也不公布 这个录取率了 但是没有用了 家长懂行道 包括我们都能查到的 但是其实查 没有什么 没什么必要 因为那只是数字而已 你只要越来越低就行 对于第一次家长 我也告诉家长 就是这个数据的话 参考性 你要看的趋势 不要看具体 因为现在都无限接近 各为数 连纽维大学 这个30左右的一个 不错的私校 他过去和滕校 完全是两个档次 现在他的录取率 有20%以内的已经 然后呢 你要具体到 亚裔这个足益的话 低得多 亚裔一定是这里边 录取率最低的一个足益 然后他如果你是 身里边的优势项目 像Stanford商学院 工程 工程它稍微 没那么难 就更难 所以家长在 在看这数据的时候 一样理解这context 这个数据是general的 我当时 我在准备搞的时候 我小了一个笑话 就说如果把马云 和我放在一起 平均输入的话 我也是 这个世界首富排行榜 对吧 那个富豪排行榜 但如果把在座的 所有的家长 咱们现在有200多个家长 还有 伊万马斯克放在一起 在座的各位 都是billionaire 对吧 所以这个数据 就是这么大的蹊跷 因为他用的是平均数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你的录取就0% 1%多个 你就0% 但对于一些学生 你是100% 所以这数据 在于参考 更多的是了解 你自己的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继续 这里边这个对头里边 包括那个叫 叫IV plus 这在美国一个叫法 就是腾校 加 他实际上就包括了 Stanford Duke Duke他不是那个腾校 MIT 加州理工也在里边 然后我们的趋势 很多家长来的话 那其实就一个目的 那实际上听我们的 你不能光听我在讲趋势 我又不是那些博主 但是我们得给大家讲一下 通过我们这个 我们今年的话 不到200个学生 我们的学生这个量 抖起来的话 基本上排的话是这个样子 去年和去年比 今年我们家长比较冒劲 去年我们EA的不少 ED的非常少 我们去年的几个种子圈 都没有ED 就是大家因为不清楚 ICT不要 那我ED的话 就是大家拿不准 所以大家都没有 今年不一样 今年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家长们 以前呢 去年大部分申请人敢冲 就是腾校包括名校 申请人士激增的原因 是因为ICT取消了 那些其他不擅长 ICT考试的族意 全部都往这冲 因为是壮大运的时间 对吧 亚裔的优势没了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今年就是 当着很多共同国反馈 说本人怎么办 和孟家长说 就是很激进 一堆深考虑的 还有甚至多了 其实我们知道 是进不了的 就你是进不了 但是我们跟家长也说 但我不能说你一点 我们如果说实话的话 那家长会非常难受 对吧 没有人喜欢听no 没有人喜欢听reject 而且万一 人家长说万一进的话 我们负责吗 所以我们我们保持的态度 就是我们尽量给你 提供足够的信息 给你足够多的暗示 我们不会给你说死 除了我个人 我因为我只做小时的咨询 我不做那个 学生的从头跟到尾 所以我会说话比较直一点 对家长的话 花很多钱和讨论 我不想浪费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顾问的话 其实很难 家的中间很难 因为你要他没劲呢 他说你没有要身 你耽误了 对吧 身你怎么办 所以没辙 所以今年我们的整体的家长 里边有一部分非常激进的 然后第二部分呢 有机会冲击top的学生 还是在rd为主 我们有一个学生 今年有案例 就是是我们应该是 数一数二的最强的一个 效能量力非常强 ICT几乎满分吧 GP也非常好 高中稍微弱点 高中在我们的排名里边 属于tier2的高中 不是tier2的高中 高中这边给大家插一句 很多家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每年会做一个 UCFeederSquid排行榜 因为所有的数据 大学都不会公开 每个高中都不会公开 他多少个学生录在每个大学 他不会告诉你 他会给你个区间 所以我们就会通过 UC公布的每年 博克里LA San Diego 所有的UC录取的人数 我们做一个比对 湾区每个学校 超过录取100个UC的学校 我们会框在里边 我们在湾区里边 大概搜集了六七十个学校 基本上集中在那个湾 B Area 东湾 南湾 Marine County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排行榜 大家看看这是2020年 因为UC的数据 是有一年之后的 所以大家看看 这个是非常好的参考 Low High School Dogherty Monta Vista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好学区的学校 这些学校里边每年 不光是博克利路个 五六十七八十 甚至上百 他的腾效也是一堆一堆的 所以这个榜单 非常有参考性 因为这些是有数据支撑 我不能自己做一个榜单 所以我刚才提那个女学生 我们今年比较强的 他的高中呢 就属于Tier 2 不属于Top 10 也不属于Top 15 但是呢 我们是估他 哈耶普斯是有机会的 所以呢 他在一地的时候 就冲了一个学校呢 就是我们是觉得 不是那么废的 他不是说不行啊 因为他的profile 不废的这个专业 但是呢 这学生就是 就我们说 说我要是录的 他普通别的专业 我觉得就沃顿嘛 这个学生是冲了沃顿 他能力是远超 那个学校的bar 就碰的这个bar 是比碰要强 但是呢 他的profile 不是那么废的 就是沃顿的discriminate 沃顿招的是 是想会搞钱的人 偏进的方面 就是你虽然是上课 但是他更喜欢 对number非常敏感 而我们这个孩子呢 是非常强的一个领导力 他深 耶鲁可能更fit 但这孩子就是 非常聪明的说 反正宾大 然后进别的项目 我觉得没意思 我就进他那个沃顿 加那个公共管理的 这个这个项目 对他这么高 然后就可以defer 沃顿defer人很少的 就沃顿的话 他不是说 像哈佛一样 来十个申请人 我给你三个defer 他给的非常少 斯坦福给的也非常少 就这帮孩子已经证明 他profile没问题 只是觉得没有那么fit 所以这个孩子 我们觉得是个好事 因为他很有可能 在在儿子阶段 等到斯坦福 或者是哈耶普那些学校 我们的拭目以待吧 我们也是 当然形式整体 对压抑整体不利的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还能够最好的结果 我们继续啊 然后呢 录取结果没有 其实预料之中 我们这场做久了之后呢 而且我们每个学生的 这个顾名单呢 我们都内部探讨 我们都花很多时间 晚上我们都一块讨论这个事 因为我们如果弄得太低 就是湾区的家长 很多家长是 在这读的PhD啊 国内清华北大的 那个清北复交这些学校 他们有的 有的家长就是非常 做了很多research 对孩子很负责任 就是你如果做的很低 我们是轻松 但是家长不负责 对吧 家长说哎 怎么隔壁谁谁谁 或者范围没有我强 近的比我们好 但是我们过于激进吗 家长会说哎 你们太激进了 我们没有要求那么高 你看我们不如申请宾大 你让我们冲外卖踢 对吧 所以我们很难把握这个火候 我们会尽量给家长 提供一个足够的这个 上下门 让家长自己做决断 而且我们其实更多的是 了解孩子 哪个项目更适合你 名字只是一部分 没有哪个腾校敢保证 你能将来成功 没有一个 而且他们不退款 将来你如果失业了 没有工作 就是homeless了 没有人退款 对吧 这是很扯的一部分 其实就是美国 大学是最好挣钱的 他就是卖了一个牌子 他教育呢是好 但是没有差距那么大 我们再继续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三个案例 这三个案例呢 我不能具体说啊 因为不是我自己带的 都是我们的顾问 我会留给时间给他们 我们录了一个加州理工 在早晨阶段 我们录了一个西北 我们录一个纽维大学 纽维大学为什么拿来说呢 是因为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生 是中间的 就是就像一个 Bell Curve一样 就是人群中的少数 是学习特别好 特别差那些呢 也非常少 就不太学的嘛 中间是大多数 这个孩子呢 是我们这三个里边 成就感最大 因为这个孩子 是非常喜欢纽维大学的 上海分校 他非常喜欢 他一里要冲 他多少调研 他喜欢 他成绩只有3.7 他的高中呢 属于一里高中 那是GP3.7 然后呢 活动没有很强 反正就属于 带我们属于一般 当时实际上 我们如果家长也喜欢 孩子也喜欢 那我们做了 不极大欢喜吗 我们当时说不行 我们觉得上 可惜了 因为纽维大学很不错 上海的话 差点是劲 在美国和国际任何度 就低一些 而且他在国内 录取标准没有那么高的 纽维大学本校是非常难进的 现在非常非常难进 录取率极低 然后呢 我们就和家长沟通 我们内部也讨论了半天 但是呢 这孩子就说 那万一我 我申请了这个学校 我 我就是 不录我 会不会影响我 纽维大学录取 所以我们第二选择 他有个 纽维大学可以选第二 第二选择吗 我们就选了上海校区 第一个我们选主校区 结果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事 后来呢 这个孩子就特别喜欢 上海这个地方 纽维大学上海 他就写了很多这方描述 因为你如果要选第二选 你要写个文章的 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团队大概研究到 我晚上十一二点 就讨论这个事 我们讨论这个 把握这个度 你又要写的太想去上海 那你们大家就觉得 这孩子反正 profile没多强 那我就被录到上海呗 我控制个名额 给别的人吧 对吧 那我们不就中计了吗 就不就被他算起来 但是我们如果 把他我们写的 对上海一点不了解 人家觉得啊 你虽然选了个 第二个选项做上海 但你根本就不会来 那我还不录你 因为你也知道 很少很少 有湾区的孩子会去上海 对吧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 讨论半天 到底应该这个文章 这个第二篇文章 文书那个小文书啊 我们有多少的比例 是写纽约大学 我们讨讨了半天 但最后最后还是不错 最后是有金无险 还是进纽约大学之后去 孩子也是非常高兴 虽然不是Dream School Dream School是UCLA了 但是我们也在探讨 UCLA的话太难了 GPA太指挥了 UC的话把SDE去掉 然后呢 现在这个换了董校长 整个这个政治风向来看 对亚裔只会越来越惨 而且他们那个高中啊 我们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往年的话 每年录五六十个Berkeley 三十个LA 直接一对半看 伯克力的话就二三十 我说你不要等 等的话你另外就难不倒 因为你要confirm嘛 你一地段你得去吧 对吧 西北这个孩子简单说一下 西北这个孩子的话 profile各方都不错 我们可在学校上 花了很多功课 这个家长也是非常配合 做了很多功课 家长说了一句话 让我们就是决定 走这个西北的这个专业 因为西北录取率非常近 虽然不是成效 他是top ten一直是 然后家长说一句话 我就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 因为我讨论很久 他说我们家儿子吧 是文科中的理科生 理科中的文科生 所以我们在选校定位的时候 我们就选那些 和他气场比较合的 他的profile比较大 当然这是summer的一句话 但实际上背后是 打扰的这个顾问的铺垫 然后这个家州理工这个孩子 他的文书我们也是铤而走险 这个孩子的高中 是连第三类都没有 在我们这个网站的排行榜上 这个孩子的高中没带上 就没有 那高中我们也有 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学生 这高中实际上是非常一般 这孩子成绩是可以 但也不是权益 其实他的不利率是很多 因为他学乎不知名嘛 但这孩子做过一个research 那research不是很强的research 但是孩子research 结果他团队非常好 所以就是有一定业界知名度 但是文书里面没有treating 我们挺着走险 反倒是写了一套 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个 他为什么选这个方向 他为什么这个有兴趣 理小极大 还有他自己做非盈利的时候 他怎么学会了去调动团队 而不是自己让人坑吃坑吃 就是做事 所以这个这个平凡 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啊 当大家都在炫的时候 你就他借着地气 这个比较踏实更打动的 所以我们也是冒险成功 因为这个学校真的 加州理工非常难路 加州理工是唯一一个 不考虑其他什么族裔啊 什么校友子女啊 低收入啊 他都不看 他不在乎 因为这个地方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他学校非常小 本科不到1000人 非常漂亮的学校 环境肯定比MIT强很多 MIT那边比较阴冷 波斯顿嘛 这个地方四季如春 在帕萨迪娜 非常漂亮 家长就空气调去参与的学校 体验非常好 然后呃 我们EA哈 我们EA很多学生 我们拿了很多奖学金 我们几乎 我们一半以上的这个 Santa Clara的这个学生 拿到奖学金了 这个是不是助学金 是奖学金啊 就是Mirror Base 有一万的有两万的 这个学校呢 我们每年都会深 EA都会重 不是因为这学校好深 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熟了 我们在我们这帮同事 在最早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就了解这个学校 当时还没有排名啊 他是一个regional名书 就去大学 最近几年排54了 我们之所以对这个学校 拿得准是因为我们 团队极力反驳这个校 而且我们每年 帮这么多湾区的学生 去深这个学校 呃 我们摸清了这个学校的 一些专业设置 和他的期望值吧 他对这个湾区的学生 因为这个学校有个特点啊 他的这个 读读率比较低 所以他也在乎 你到底是不是真来 所以这个小朋友 也是比较关键的 那边住的一些白人的那个后代啊 他们就是 父母的很有钱 要不就是犹太人一堆那个房产 要不然就是 以前公司做了很有钱 就是很有钱的一些家家庭啊 他们还都在这读书 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加州 而这个学校的话 环境啊 就业当在硅谷很烈 但是唯一的问题呢 你离开加州 你要回国发展 或者去别的地方 知名度小很多啊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呃问题 但是我不认为什么 因为现在没有比更好的就业机会 华尔街都往这跑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给大家拉回来 拉回到现实中啊 就是我觉得啊 就加上有时候的 就是太执迷这结果了 忽略了这个本身啊 要要就是要看整体的这个全局 我们做过这个统计 我们经常用啊 而且我们很高兴 是我们很多同行 因为我们每次讲座 会大概有一部分同行 听我们的讲座 因为呃 我们在一些同行的那个网站上 看到我们一些素材 我觉得是好事 让让这个整个行业 这个对这个大学的了解 能够提高一个认知 也是好事 也是我们做的贡献 因为我们不可能 接所有的学生嘛 那如果同行能用上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帮助他们学生 我觉得也是挺有意义的事 然后呢 呃 这里边就是我们做过 严谨的统计啊 我们统计了美国教育部 他们应届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啊 不是去当兵 不是读社区大学 不是辍学的 他们申请人 呃 我们做了个人数的统计 然后我们再把 我们人工家囊 把同校每年录的人 做了一个叠加 真的是1% 就是1% 但如果你说啊 我是把高中经济毕业的话 百分之7都不倒 大家看前三十啊 美国前三十啊 也就是说你的平均概率 只有百分之六 就美国学生里边啊 就所有人都申请大学这批人 申请四年之大学这批人 百分之六才能进 前三十 百分之五 十二才能进前五十 很多家人就说啊 前五十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屑一顾啊 就就至少前三十 其实不是的 你从整个全 全美应届毕业生的角度来考虑 其实真的挺难的 而且咱们华一行 基本上甚至都是好的专业 基本上工程 CS STEM 商科 呃 有的学生物 就是premedic这一路的 就是你们生的就是最难 中的最难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呃 完成很多了 整个亚裔的这个收入在美国是最高的 其中印度裔最高 我们一篇文章 加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印度裔 平均每四个家庭里边就有一家人 是收入在百分之二十万以上 这个比例在美国只有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的家庭 中职收入是在二十万以上 呃 印度裔有百分之十五 就是为什么 教育 非常教育 咱们亚裔呢 华人啊 华人移民过来很多是打工啊 或者是当年就是最早那一批 就是建铁路那些最最惨的一批 他们的后代 或者是别的也去到 印度一来 基本上就是科技这个行业 IT 最早那个IT 往这输出 所以他们这个整个族裔的收入成本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整个这个收入起点也高 而且他们选择的都是呃 知识分子 然后呢 本身就是投入比较大 所以他的出货率比较高 所以 这是为什么亚裔在追求 但是我觉得家裔在追求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big picture 就是不要把这个作为定义孩子的为标准 这样的话你们掉一个怪圈 因为你永远不能 永远是number one 你去了哈佛 觉得你不是谁最好的 你将来收入的话 你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要综合可能 就是孩子呃 首先他得在高中 他是enjoy 对吧 enjoy life 而且疫情这两年对孩子折腾很大 而且还偶尔你看前两天有那个tiktok 那个呃 那个forse alarm 说那个枪奸 就是这个疫情让美国这个所有的妖魔狗盖都出来了啊 这个犯罪率也高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就珍惜孩子的时间 就是他有能力 咱们就帮他一把 对吧 你你要是成绩真一般的话 我们找找原因怎么提高 就将来他只要有个稳定的工作 对吧 你要真的觉得 他需要在湾区生活怎么弄 那你得多努力 多挣钱 给他整套小房 对吧 让他那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 最近有个理念就是 鸡娃不如鸡自己吧 所以我觉得共同的 呃 就是你为孩子好 但是你不能 不忽略孩子感受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适合学习 但是我觉得有些孩子啊 是因为疫情 他团业症很严重 你看我们有些学生 技术成绩很好 也是这样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就是顾问 我们在申请记的时候 就是zoom盯着他 呃 这边有咕咕到 我们就看到光标 有没有动 几点几点 就是我们费了很多功夫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很难 那种学生 我们活动起来很纠结 但是没办法 呃 这个疫情让这个 让这个拖延症啊 包括这个destruction很重 这是我们有面临的问题 而且这个疫情 看这个样子 这两年也也够呛 所以我觉得家长 要有更考虑因素啊 就是不要给他太多压力 就是我们有想法 我们要去付出努力 就是多鼓励啊 少少打压 因为你不要看朋友圈里边 这个圈那个圈 所以还是的话 这个孩子永远是别人家好的 因为他只会嘚瑟好的 对吧 他不会把家里边的 这个鸡飞狗跳的时候给你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家长一定要看这个 看看全局 包括这个录取 你还能那前50很难啊 而且还是好的major 全美国100个 应届申请大学的 就是申请会去读大学的 就12个人去 非常难了 所以咱们从大局来说啊 这个就是沉默大多数啊 刚才提到朋友圈啊 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发的 为什么 因为朋友圈 大家互相屏蔽 都没多少人看了 对吧 这个很多家长 可能比我还懂啊 就是他讲那个叫 性身的偏差 这个是当时二战的时候嘛 他们这帮科学家 跟这个这帮人就是研究嘛 回来飞机怎么加固 这个机身嘛 不被这个叫什么 高射爆发机往下打下来 然后这个飞机 可以减少伤亡率吧 结果有一个科学家就提出来了 他说你们看的不对 说你们应该在那些 没有弹孔的地方加固 因为这些有弹孔的地方 说明他不是致命 能回来的飞机都不是致命了 对吧 说明他不上大雅 但如果这些没有弹孔的地方 你看这几个区域 就说明他是回不来了 对吧 就像你在开空圈里边 你觉得 哦 怎么这么多人录哈耶普斯 不是的 包括你回头 在那个UC结果出来 会有一堆人发啊 哎 家长要注意啊 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录取的就那么少 非常非常少 你们高中每年多少个都知道 我们最好的 最好的那个low high school 去年前年是106个路 106个 那他还有五六百个没路呢 对不对 应该是600多 他们的需要比较大 你怎么考虑那些 所以说 沉默的大多数 加上千万不要被那个朋友圈 给带节奏弄焦虑 因为你不能乱来节奏 你想你想假如说 你同样有一天 就是住到了一个 一个阿斯顿那个区 阿斯顿那个区 或者Hillsburg 你原来从Santa Cloud 本来挺好的 你马上就焦虑 为什么 哇这些人的房子就上一夜 或者几千万 对吧 他们孩子好像都不懂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开始有那信托进军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的话 怎么定位自己 就是和自己 昨天自己比 和原来的起点比 和身边最最相似的去比 我怎么可以提高自己 对吧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就和这个甲板一样 那我们从 从这个经验中去学 所以这期望之 我预期管理非常非常关键 就有些家长呢 我觉得就是 被周围焦虑给熏坏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 做一些非常激进的一些做法 然后呢 换的话说 我觉得没必要 孩子也跟着修主意 因为孩子想法可能会不一样 可能孩子 他更客观 我觉得这个时候 在美国说过就有的孩子 他可能 在这个理解上 他可能更贴近西方的思维 就更客观一些 那异地完了怎么办 我们看完 三的 被拒 就是今天大部分家长 你们孩子大部分 可能是没被拒 因为你们孩子可能小 或者有一部分家长 真的是被拒了 他可能要清醒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 把这个放在第一个 accept 今天不会来的 今天带着家长 我觉得不会来的 accept 然后reject 谢谢参与 说白了就是 他觉得你好 他觉得你不符合 然后我觉得 现在就是复盘 是家学校还是审议第二 一会我们讲到 就是你 你到底为什么被拒 你是因为你的 绿续概率 本分就0%吗 还是你绿续概率 其实99% 你哪没做好 没被录 对吧 但是实际上reject 基本上就说明大概了 就说明你其实就是 可能你差距在 领导时间 你差7 差8 或者差2 that doesn't matter 如果你是defer 就说明你本身的话 是没有问题 他不录你的 觉得你不是那么费 这是唯一 就是你的成绩是没有问题 但是也看啊 基本上藤孝 我觉得给defer最狠的是 哈佛 他不太给 他就给defer 耶鲁我不太确定了 因为耶鲁这两天 生的比较少 所以 哈佛的defer 基本上就是谢谢参与了 没洗 但是你如果Stanford 像Pin这些 他是把你放到 RD里边再比一圈 给你第二次机会 因为第一次他就觉得 你是很好 但是没有这批好 因为我们ED就这么多名额 我把你放到 正微就是常规申请里边 再比一圈 其实常规申请更容易Stand out 如果你够强的话 因为常规里边很多是差的 就可能这边招生官 看了十份里边 突然你出来 哇塞 这么突出 在ED里边都很强 你凸显不出来 而且还有关系户码 这么讲的 所以说 很多我们的学生 没有那么强的 我们都不建议做ED 如果一个人是刚做这个行业 或者独立顾问 他不知道 他只看数据 他会以为ED一定概率高 其实ED的真实概率是低很多的 如果你都profile 就你的整体的这个状态 你的成绩各方面 不是那么突出 其实顾问是可以看出来的 我才入行这一年 我从1415年开始接触这个 我当时有个非常资深的顾问 是PEN毕业的 他就跟我说 PEN不要看数据 RD好深 如果这孩子想增加概率 就是假如他都拒 但他其实RD离得更近 因为这孩子没有那么强 他说ED的孩子是最强的一批 没有一堆学校主流 Club组织的头 加外面一个什么非盈利 或者是外面更大奖 你想都不要想 那已经是七八年前了 你想想这概念 然后accept 解答欢喜 取消其他申请 这个就提了一点 你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原因 财务的原因 你不可以不去 这虽然不是法律 但是这个会对你有影响 因为学校是串的 网上你搜一搜 有些帖子 就这个学生如果真不去 没有通知其他学校 会被punish 他可能一个学校都去不了 这个是有consequence 和逃税落税一样 然后很多人想说 这个深白 你不深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机会 这个人嘛 要尝试 你不尝试 有没有机会 这是最异地 最大最大的误解 他和彩票完全是两回事 举个例子 在座的咱们 咱们这家 咱们一块买彩票 咱们的几率是对等的 对吧 你中了百分之 不中大家都 都是50% 中和不中 但是你申请大学不是啊 我刚才提过了 很多孩子推出0%啊 他是和一帮百分之百的 申请人在一起 他平均 他那个录取率上来了 还是有那个例子 把那个Bezos 把那个Mask 把Bill Gates 放到咱们 咱们今天讲座的中间 咱们都是billionaire 对吧 实际上咱们不是啊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他不一样 申请的话 是非常讲究这个 就是这个profile的 就是你要稍微有点经验的过 你一看 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录 就是你值不值得生意低 就这非常明显的 你主理党 有个孩子说 我要升哈佛 我一看 好你高中 我才 这个不是特别有名的高中 过去几年没录到 直接red flag 然后我在看这个profile里边 没有那种 非常抑郁常人的 假如说 我学校从来没录过哈佛 但是我成绩全A 我在学校里边 两个club当头 推荐性非常漂亮 我每年做200个小时一工 然后呢 我自己做的非盈利 非常大益利 我上过这个 三番贝叶月的那个newspaper 我因为做了某个事 你可以冲一下 我也不敢保证你进 但是如果你说 我又低收入 我父母里多大学 行了 你可以审 你进的概率比较高 就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虽然不是有个算法 但是我们大众里边 他有一班的学生 但是家长不一样 家长每次来的时候 他是新的 他就第一个孩子 或者是他 他老大比较大了 老二 或者是老大比老二大 三岁以上 那只差了一个世界了 就这个录取的变化 变化非常大 你看之前的话ICT那么重要 现在都没了 所以我们在沟通过程 我们大脑里边就在过 就像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律师做生意的话 你们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 你们其实脑子里边 也在做的算法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家长 千万不要拿这个 财票来说事 这个是完全的误导 这俩完全不是一个事 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你家长会碰壁 我觉得是不合理 而且浪费学害的一次机会 我们有的孩子 就是某个藤校没路 就在那哭伤心 我们就不理解 我说他为什么要伤心 这压根就不露 我们就压根不让他伸 他自己 他妈妈非要逼得伸 说冲一把 我们就圈不住 我说有什么好伤心的 后来我们这个供应学校 可能是妈妈妈这边太强 我说不是 我说孩子对自己 也有错误的认知 他如果不是错误认知 他怎么会这么伤心呢 我可能半天就好了 他两天都缓过劲了 所以就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预期管理非常关键 就是我们不是瞎猜 有那么多数据在这 有那么多专家你去问 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准才对 然后没被录取 我说的这里边包括defer 包括就是说reject两个案 咱们找一下问题 复盘一下 就将来的话 如果将来的 就是在座的孩子 遇到这个情况 或者老二 我们也可以探讨 一个呢叫申请策略性 选校选择有问题 这个我每次讲到都会强大 都会带一点 就是这两年啊 如果假如说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湾区一类高中的 公立学校的 这个全校年级的top5 GP特别高 AP我也是六个五 一个四 或者是七个五都可以啊 然后呢 ICT我也考了157 158 我在学校里边 一个club是主席 两个club是VP 然后外面我并力 做一个volunteer 然后那个数学呢 AB qualifier 但是呢 我做了一大堆数学的东西 我想升级它机 往年的话 这种学生会被录 这两年不可能 他觉得你没有想象 你要学什么 因为很多和你profile 差不多甚至比你强的人 选的是数学专业 而你选的是计算机专业 直接把你给拿掉 称之成一个defer 这就是现在的趋势 你的专业选校 而我说的专业和选校 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你明显是在某个专业很强 而你对面这个藤校 或者是前世前世时的学校 他的专业不是他的强项 甚至压根就没有工程学院 你非要这么深的话 你就是被拒掉 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来 因为即使异地 异地那位很强申请人 也把你给比掉 所以第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 这个是和顾问和团队经验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 这两年疫情的变化 让很多这个我们啊 包括同行都会产生一些误判 这个很正常啊 因为这个SAT到底是被剥离了呢 还是他还算 还是他到底算多大 而且现在把ICD取向上 大学有足够大的这个空间 去操作 去暗箱操作 因为这东西本身就是暗箱操作 他现在更可以 为所欲为 因为你们亚裔再也没法告他了 你怎么告 你说我们亚裔是ICD平均分最高的 没了 我们现在只有20%的人要ICD 30% 你怎么告 你没法告 别的东西都是文字的地方呈现 你没法比 对吧 而且亚裔整体家长受教有群的高 很多族裔的话 他父母都没读 没读过大学 低收入 那你根本没有说法了 所以我觉得之后的驱逐只会越来越难 这是一个死 这是一个死循环 但是不代表孩子没有前途 还是那句话 找到合适的专业 合适的学校 你将来发展更好 但是合适这个很难找 你要了解自己 在高中的思念里边了解 不要花了钱 去大学里边了解自己 大学里边没人管你 你在大学里边更没人管你了 你不要以为大学里边 没有 我读的思念大学没有 根本就没得到任何帮助 我专业都是选毁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家都选 我也要选 过于自信性 这个我刚才提过一点 就是家长呢 不知道是 可能道通图说 觉得 就是ED录取率比较高 那我就升ED呗 听说 可能挺笨说 这个ED有50%的学生来的ED 那可以冲一下 他忽略了自身的这个评估 就你们需要一年度多少 你但你需要排位多少 你们需要今年有多少人 和你一块身 你都不知道 对吧 你当这些人都不确定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这个判断 那你不就盲目自信吗 对吧 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就一次机会 你如果试到一个合适的 你又喜欢那么多好 解答关系 提前战斗 解决这些战斗 而第三个呢 形式变化型啊 就是 真的是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万一啊 假如说 我们认为 这还在ICT满分 我们可以冲高一下 但是我们忽略了啊 今年可能他们学校 同批性的都是满分 而且人家那几个小孩 活动比他强 推进器比他牛 那我们就形式判断失误了 还有就是大学 假如说今年某个大学啊 就像哈佛今年 也在这个大陆地区录一样 突然有一年啊 哎 某个大学 咱就说耶鲁啊 就是 对这班高中 突然就减了不少 可能是因为 上一批耶鲁录了 这个学校录了三个 结果去的话 学术不端 成绩一般 那我第二年 我可能就不录了 或者是我发了试高分 来了一个人 我也不录了 这个叫形式变化 这个确实是可以判断 但是你保不齐 这样的疫情会有什么变化 但基本上 我们我们感觉比较稳定啊 这两个比较稳定 但是我就说 这种情况也会存在的 这个是比较少数的 最后一种 同类的阅情 我刚才提及了 你在身的时候 你知道你们班 和你这一届 多少人申请 这个学校这个项目吗 你和他们比过吗 如果你是自己强的 你是不是最强的那个 我们一个家人 我们提供线索 就是南方一个 比较好的私立啊 他当时他靠点身了啊 我们觉得其实挺难够呛 孩子就是成绩 活动没有那么突出啊 然后你也知道 印尼尼尔需要很多 动手的这个这个project 他他他这个方法就去了 学校那边没有资源 结果录的时候 我就我主动问了嘛 因为一般家人不通 我们就没路嘛 一般不要去找不自在 但是我还是要去问 我讲讲讲讲讲讲 没路不高兴呢 我说他们学校别的怎么样 他学校今天都 他们几个好朋友 都身都没路 我说那几个成绩 都差不多 他和我讲啊 今年难道什么程度啊 这个思考往年不错 一个小孩是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 白金鸟 然后还有个非盈利 学校里边club的 副主席主席 成绩权一晚 那AP什么就不要说了 ACD也很高 ACD35好像是 印度小孩 CMU CS直接给拒了 连deferl们直接就拒了 就是我知道CMU的 那个CS比较难啊 他康奈尔的工程啊 和伯克利的ECS差不多 但是CMU的CS可能更难 他可能像 像Pain这种学校的 录取难度差不多 但对我来说比较杀 我觉得哇 那可能这个孩子 可能profile里边 评计算机的缺点吧 就是就这种case会有啊 因为 还有句话 你万一今年有一大堆学生 放弃申请同校 都去申请CS呢 你不知道 因为你判断完你的学校 你没有判断别的学校 整个加州地区 整个全美 你都不知道 对吧 当在位置的时候 你怎么判断 这就是个技术了 然后哪些先生 适合申请EDR啊 EDR一个加州可能刚来啊 就是第二种 第二个阶段ED 他是在一月中 一月初和一月中期截止 他有绑定效率 什么是EDR啊 我跟他就解释了 他有绑定效率 大学是喜欢的 因为 你只要录了 你90%以上概率 你是要来的 他特别喜欢这种 所以他会给很多名额 但是 你EDR有个点 他名额比第一是少的 没有大学会公布这个事 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判断 我们做一些 一些学校的调研 发现 EDR名额是少的 哪些学校有EDR 给大家看看 排名最高的 芝加加大学有EDR 排第六 一月四号截止 二月中出结果 越南霍普金大学 去年排第九 EDR也有1月3 然后范德堡大学 排14 还有黄尔顿盛路易斯 这俩都是EDR 然后艾莫里 卡内西梅隆 EDR 然后纽约 塔夫斯 维克森林 这些都有一点 大家看到 一点儿学校特点没有 不是那么有名 就他排名可以很高 但是不是那么有名气 不是那么popular 对吧 就是芝加加大学 排名名 曾经排过第三第四 但是呢 这个学校 由于城市所在的原因 还有环境 这个气候本身比较冷 五大湖地区 然后呢 它关系犯选率比较高 今年这个四川成都 一个留学生 就被枪杀了 被一个抢劫犯 然后这个学校 在之前也死过一个留学生 这种事 对大家影响非常大 其实芝加加每天都死人 芝加加这城市 每天死很多很多人 但是因为涉及到华人 涉及到大家 大家有共鸣 大家会特别注意这个新闻 所以今年之间 大家很有意思 他在大陆地区 早路 EAED阶段 他路了三十多个人 好像四十 将近四十 比往年比去年多不少 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 他担心 因为出这个新闻 很多人会不来 选择不来 因为 你游我升英国 是牛建的 他真的可以不来 就是你也明天punish他 因为他就是普通一个高中的 在国内 而且国内这个技巧的话 大家都会 而且没有太多 所以ethical 我觉得没有美国这边强 因为毕竟在国内 如果你特别守规矩 你挣不到钱 你挣不到大钱 这是一个环境所逼迫的 然后约翰霍普金斯排名高 但是实际上优势学科相对少 这两个学校也是 学校非常巧 但是优势学科不是那么骗工程 所以不是那么竞争力 所以这些学校都有1.2 加拿大学是最早 是最近几年才加的1.2 所以大家就看看这些学校 也是非常好的学校 这里边有非常不错的学校 但是1.2就给大家一些想法 Santhalas也有 咱们湾区这个 东北就这些都有 再往下 然后文力学院大家看看 文力学院相对多一些 排第三的Swasmore Pomona南加州非常好的Pomona 然后Wellsley 我看看 Clarum Macona这些学校 这都不错 文力学院就是更缺人了 因为他们 他们也知道 他们小 很多学生还是会选择 用他们的备胎 真正理解文力学院价值的 学生价值不是那么多 也不是那么买账 文力学院是给那个 读医学院 读PhD 读法学院准备的 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教育场所 因为他的资源是公立学校 和私立大学都没法匹配的 他们教授不做research 他们专门教课 那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们有 他们可以从大学期间 就有个教授带你做项目 这个是非常难的 你升博士的时候 这是刚需 非常非常缺 然后 ED2是不是简陋的机会 我觉得要分开来看 如果一个孩子 ED1被 假如说被CMU拒了 ED2你想冲芝加哥 还是够呛 这个例子不太好 我就说ED2 你想冲那个 院后部金加哥 这些都比较难 假如说你ED1 是被纽约大学拒了 然后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冲下这个呀 假如说我被纽约拒了 那我冲下卡尼基梅隆 不是 我冲下这几个呗 你肯定会被拒的 ED1的名额是比较多的 ED2相对少 而且ED1是一大堆 被哈耶普斯玛给拒掉的 或者deferred的 这边下来的 他们有可能非常接近 有可能特别远 就是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你的评估 如果第一次你判断不准 友情可怨 第二次的话 你再重新复盘 你如果还是想抓住ED2的机会 一定要找专家评估一下 这个是非常关键 你可以问不同的专家 如果你父母非常懂的话也可以 你要综合评估一下 为什么ED1被拒 我刚才说的那情况是哪一种 是你盲目自信 还是定位有问题 还是大清晨变了 还是文书没有写好 还是profile和这个专业差太大 都有这种可能 我们倒是在评估 然后哪些学生需要加学生 这边提到一些需要加学生 就是他就喜欢ED 这个学校 但是他可能给拒了 但是他会惶 这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 我没有升级EA 就可能是家里边预算比较少 不升EA 或者是觉得我比较自信 就只升UC这种 我觉得他经常一看 周围好像听说今天录的比较惨 那可能就比较慌了 你可以考加学校 但加学校不是光加数量 你要做一个评估 投论一下 你的EAED为什么没录 或者是你的EA 当时没升的逻辑在哪 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一般的学生我们是建议调整允许的话 要升几个EA 你至少有个offer 你踏实一点 就像我们这么多拿 Santa Cloud University 那个EA的奖学金的学生 那心情非常好 对吧 而且我们好几个是进商学院的 Santa Cloud商学院非常非常好 毕业就业的话 在大公司非常容易 然后成绩 然后成绩特别好 一地没有路 找找问题 然后成绩不好 红的一般 前期选校比较接近 还是靠评估 评估之后再决定 是不是需要加学校 还是需要调整学校 因为RD的截止日 还有一两个礼拜 还有时间 那最后就是趋势总结 因为我讲话比较快 有的时候 有家长可能来的时间不一样 我就给大家一个总结 就是数据不要看 只会越来越低 但趋势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个录取率 触底反弹 去年是最低的一年 因为申请人海量王立永 今年稍微冷静一些 但是呢 这个趋势就像湾区的房价一样 我在1415年来硅谷的时候呢 当时我就记得 100万以上的房子 就涨得不是那么凶 因为那个时候价格 收入没有那么高 科技公司的市值 现在三分之一不到 就是Facebook刚上市 可能就20多美元 2030美元 我记得当时有个 我一个mentor 他做投资 对我说 说Ben 哎呀 说你这个预算 你赶紧买房吧 我说肯定会降 这个房价太高了 结果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那疫情 他还在涨 而且最惨的是 每次涨完之后 他就像一个地基一样 他到了一个平板之后 他只会在那基础上再涨 就他 他不会说降一下再涨 所以我觉得美国大学 申请特别像湾区的房价 就是他 因为他公司在无限增长 那个收入 这个工程师的收入 就是我觉得是人换 我觉得这个比喻 我在我在我在讲到之前 我在想一个比喻 怎么让比较贴气啊 因为在这加上 很多是湾区的工程师嘛 我在想特别像湾区 就是湾区为什么房价涨 他支撑的源泉是什么 除了低利息 是这个人口结构的大量调整 往年的湾区啊 可能有些传统生意 开个餐厅啊 或者夫妻有一方是工程师 就可以解决 因为湾区很多科技公司 大的就那几家 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过去几年 因为疫情 包括科技公司疫情之前的那种暴党 他们的市值已经翻了那么大了 我们现在一万亿市值的公司 有多少个 两万亿的好几个了 对吧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疫情前都是一万亿 这种他们的增长 是源于别的行业的萎缩 他们在别的行业的布局 而且他们对我们的生活 现象特别大 这些工程的package 从我1415年的十几万 现在已经二十几万 刚毕业可以拿到二十几万 当然这些孩子的话 现象者偏差 大部分工程师工资没有那么高 中指的话 在美国是九万多 十万不高 但是湾区的房价 就是有这些收入比较高的 还有股票期权的人 这个就像大学申请 你认为你孩子很强 你忽略的就更强了 你在学校里边 一个club主义 他两个 他三个 你ACD 156 他满分 然后你5IP人家七个 或者是这些都不是 都是服务员 你在学校里边做一个活动 人家这个小孩 学校率特别高 在学校的拿A 只需要40%的精力 然后呢 外面非盈利做的丰盛追击 融资好多 我还见过一个小孩 不是我们的学生 我听我他的讲座 一个家长分享的 非常强 这个孩子我觉得 他路都沃顿都可惜了 他在路哈佛都可惜了 就是他已经具备了一个 创业公司老板有的思维 非常成熟 就是他举那个例子 你就知道这孩子是 长得很年轻幼稚 但非常非常成熟 这孩子我就和同事说 我这孩子将来 肯定是个unicorn 独角书公司的创始人 一定是的 因为他具备了 这个充足的数据 对自我非常难得 对形势判断非常内 而且非常激进 非常aggressive 他去和人聊超过功夫 能拉个生意过来 就这种人 你能看出来 但这种人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就在讲 有可能家长说是内卷 但我觉得就是人口变了 往年的话 很多优秀的学生 他不知道EED 不知道找盛学顾问 不知道网上这些免费的信息 现在网上免费的论坛 这么多优质的微信 公众号文章 还有这么好的 素质越来越高的顾问 盛学顾问 因为以前盛学顾问 可能没在美国读过书 或者是就是自己孩子 录了某个学校 就出来当顾问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 就是家长 自己都做很多东西 一聊就知道高下了一盘 而且讲案例 现在家长不但问案例结果 他直接问你 你告诉我这个学生什么profile 你给我讲 你怎么做进去 如果这孩子非常强 你可能做了一个一般的学校 家长说你肯定不行 所以我觉得 这些人就是未来家长的特点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自己有可能 都是找机构出来的 你像我的同龄人80后 他们的孩子 有的已经上初中了 就他们自己出国 就是找个机构 或者就那个 就是申请顾问 那他们的孩子 他们会选一个 更合适的专业人士 而且他们的budget是可以的 现在看看 我所居住的地方 东湾那块 以前都是七八十八九十万的房子 我当同学在买的房子 现在这边都是 两百万往上 就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觉得 就像这个申请人一样 他们profile在 不然的build up 不是说 大家越来越把自己逼得很累 没有生活 不是的 是因为越来越人知道技巧 知道规划的重要性 知道怎么在高中时候 利用校内效果的资源 去实现自己目标的 这个好的学好的专业 我觉得是这个 整个人口节目的变化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申请人数 我觉得不会一直增长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ICT再淡化 大家被剧多了 他也有这个几斤几两 这个人数 我觉得相对于变化 去年涨得最厉害的 就像房价一样 现在现在涨得 涨幅不那么大 第三个啊 就是大事已成 就是这个录取率 大家也不用在乎 就是个位数 无限接近个位数 对吧 你最牛的话 你就0%呗 你一个不问的你最牛 但是只是开玩笑了 这就是个趋势 然后对在座各位 如果你们孩子 是90 11年级的话 我觉得这些是我 总结的一些话 就是比较通俗一种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一个就是适应变化 顺势而为 就这是个趋势 而且ICT的淡化 哈佛刚刚宣布 两三天哈佛大学 他们未来四年 还是Testop似的 康奈尔好像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track了 没有必要 就是趋势 很昂明显 就是正好借着疫情 这个风 把ICT给拿掉 实际上大学的话 就可以安排 他们认为合理的 这个人口结构 他们可能出于好意 他们觉得 亚裔是个模范族裔 他们收入已经很高了 他们收入成的不错 那我可以给那些 别的族裔 我不知道 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但是对我们是一个伤害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来美国 不就为了公平 靠我们靠双手时间 美国默默 但是这个当权者 不这么认为 所以这个变化 大家要适应 我最在乎的是 今天UC的数据 我们也会发榜班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 给大家整理数据 但是我最关心的UC 我想看看 我们追踪了几年的数据 是不是有一半 就是关于一些 致命的非常好学区的高中 就是一半一半被砍掉 我觉得那个是太 我最关注这个 因为大部分 还是进UC 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然后呢 十年级 确定方向集中经理 就是要准备ICT 因为亚裔的话 你不考不行 因为大部分亚裔都考 然后十年级呢 你要确定一个大概的 我不能说你确定某个专业 孩子毕竟 他上的AP课不多 时间级刚开始接触IP课 所以他可以通过一切的资源 和resource planning 去了解自己 在哪个方面比较擅长 如果你是个理想主义的孩子 说我就喜欢这个 我不擅长外学 那也可以 我支持你表演 我音乐我都支持 可以家里边调整好 没问题 但有些孩子说 我们家里只能负担我大学的学费 不能负担我研究生的 那可以 那你就考虑专业了 你可能要牺牲你的个人爱好 你要先实现自我的这个 自己自主嘛 不能一辈子坑老 你要确定你专业方向 是走理科 对吧 就说我不走理科 我缺书也比较差 那你学商科也好就业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人而异 你家庭而异 十一年级 抓紧时间最后冲刺 十一年级 我最近有很多 阿卫里外周的咨询 他们在网上 看我们视频过来 就选方向 我发现很多家长 就是做了很多东西 就在fuel the bucket 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 他就觉得 这个做我也做 觉得挺好 但是我们看来是杂乱无章 大学也懵 就是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就是90年级做这么多 十一年级 你又做了一些 就是你应该收了 十一年级的话 真的是冲着这边 你应该把自己 最擅长的那个点 突击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 去增加你过去的概率 成绩保持的潜价 然后标划呢 我觉得 你要你要试一试 就是你看你适合ICT 还是ICT 因为有的孩子 真的是适合某一个考试 可以达到试探公平的效果 而不要是 就说通过狂刷题 自己不擅长 因为只要考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分析 我们老师就可以分析 你是哪块弱 而且我们就知道 这个部分 假如说ICT里边 英文部分 拆两个 一个是verbal 一个是reading reading很难提高 verbal里边 我们知道短时间 我们老师可以帮你拔得很高 你只要愿意做题 去努力去背 但是如果你是 reading差特别大 我们就知道ICT对你来说 你能够学习有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因而易 要做个分析啊 12年级 再做的很多家伙 可能是12年级的 或者你的老大12年级的 或者小的 我觉得再得再理想 一地只是开始 刚刚开始 大家不要说 被这个周围带来的节奏 好好的把剩下的这两个礼拜 做好申请 如果你的专业 选的不对 你认为假如找人评估之后 你觉得专业有问题 对吧 赶紧调整 把你的活动 排序调一调 找一点和你 就是抓你profile里边 最强的那个点 去申请这个学校 因为好多好的资历呢 你申请就可以转专业的 就是这个是个 这个就当时 这个没法 就是具体说 因为每个需要都不一样情况 家长的profile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要赶紧评 借异地这个地方 重新审视一下这个profile 是不是我们的设计是合理的 我们冲的点是合理的 然后最后送大家几句话 这个以前高考 背那个名人名言的时候 背的那个道德经里边 就这话很简单 就知人者知 知人者明 我觉得很多家长 很多孩子把经历放在前面 知人者知 大家这里没问题 能来弯曲的很多 这个高学历的家长 这里非常IQ IQ非常高的 逻辑推理 但是他画很多功能代表 就是这个学校那个学校 在数据 他忽略了孩子本身 就是那种数字不可以变化的东西 他对这个学校的兴趣 他平常的一些爱好 还有他学习习惯 这些东西没法量化 你怎么办 对吧 你要了解 就是你只有了解目标 和了解自己 你才能 能够你的预期和你的实际努力 做一个匹配 如果你的预期过高 你的努力 就是你的增长 能力增长 跟不上你的预期的话 你会很难受 你会欲以不得知 但反过来 如果你能力增长 数度超过你的预期的话 你会每天很开心 你成就感很强 对吧 然后这话说的比较aggressive一点 但我觉得挺好 就是如果孩子是有想法的 家长有想法 我不能说单方面 如果家长只有想法 只记把 我觉得不同意 因为孩子如果和你不同 不是一同一战线的话 这个事没必要操作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来 见我们俩 说孩子不愿意 我说那算 你和孩子说 别找我们 因为孩子不干活 我们有什么用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医疗发现不是孩子不配合 是因为家长根本就没有 认真听起来孩子的意见 就我是为你好 就取代了孩子的一些选择权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前额业 这个大脑前额业 没有发展完全 他是不成熟的 他真的是冲动的 他非常想要这个独立性 他就是为了叛逆而叛逆 他不讲道理的 但是呢 你要理解他 换一种方式可能更好解决 当然也有说不就通了 那种我没办法接了 然后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如果有想法 孩子父母是一致的 希望读一个好的专业 改善生活 或者是让孩子过一个 非常decent life 将来想干嘛 我想工作就工作 不想工作就不工作 我有非常好的收入 然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管什么原因 你想做那个什么 医生啊 律师啊 工程师啊 成功的商人 或者是做那个 public servant 做那个政府官员 政客都可以 你如果目标够大 你不得要走 因为你的努力和目标 都要分不开 光努力没有用 就是选择比努力很重要 这个不是开玩笑 你选择的方向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最后来一点小广告 我们寒假快开始了 我们有个ICT ICT班 很短 我们把假期都给孩子留出来了 我们不是让孩子整个 这个休假 就是花在这上面 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孩子足够的放松休假之后呢 但是呢 有些90年级的孩子 我们觉得可以测一测 你是ICT 更适合你还是ACT 而且这个班的话 我们把强度降下来的 但是呢 没办法 你作为一个亚裔 你如果不考ICT ICT的话 很多学生 你还是没有机会 因为活动的话 可能很多不确定性 而且很多学生花钱 ICT ICT是最便宜 适合低收入 还有普通的老百姓 能够提高录取概率的 唯一办法 UC Berkeley 做过一个research 专门一帮教授去查了 ICT其实最公平 因为我只要去图馆 借几本书 我自己往上刷题 我多有 我就我报个补习班 很便宜 我就能增加我录取概率 而你做一个活动 你是不要去外地 你是不要去包食素 你是不要交很贵的费用 或者做non-profit 很多经理 父母要接送 有的父母要上班 所以费用 其实ICT和中国的高考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 是非常非常客观 非常合理的一种方式 但是 美国的政治氛围就这样 有些学生在坚持 你像佛罗里亚州 必须得考 佐治亚州也得考 但是大部分州 现在已经文献了 就是他正好把这个拿掉 他就可以完美的来实验 他们想要这个路的人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家长如果有学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Lindy老师 我们基本上会截止了 谢谢笨老师今天的分享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接下来两周 我们的讲座会暂停一下 因为这个holiday season 下周和下下周的周六 都没有讲座 所以我们明年再见 那如果家长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扫描屏幕上我的二维码 然后过来咨询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 我们的家长群当中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今天的信息量也比较大 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 欢迎致电 或者是email微信 过来咨询 非常感谢大家 也谢谢笨老师 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了 大家晚安 好 感谢大家一年的陪伴 大家晚安 明年见